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科技特派員記者 今天我們來到台東的新鄉國中 那我們來採訪一下這間科技中心吧 嗨,組長,你好 我是今天的特派員記者 請您自我介紹一下吧 你好,我是新鄉國中科技中心的陳老師 有什麼問題,你問吧 組長,介紹方式真特別 請問一下,新鄉國中科技中心這一年都在做什麼呢 這一年呢,我們主要都把課程集中在國小端的科技教室建制上 以及他們的科技課程 那我們除了市區 那也對了很多偏鄉的小學校做了相關的科技課程喔 哇,請問這樣要如何推動呢 嗯,設備的部分呢 因為國中啊,有國教所的六十萬的教室設備補助 但是國小端是什麼都沒有的 這樣就會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國小端他們拿到課程之後 然後回到學校就沒有任何設備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就利用我們科技中心的資源呢 買齊這些工具 然後給 來 願意接受我們課程的國小 這樣他們回學校就會願意受課啦 這就是我們這個 實行方式最大的用意 誒,給一整套工具喔 請問這樣有哪些工具呢 嗯,那麼依據國小端的課程參考標準 誒,讓我看一下小巢 科技課呢,必須要上到工具材料的介紹與體驗 那這些課程要上什麼呢 其實參考說明裡面有提到 那我們來看看有哪些東西 變 誒,看吧,驚奇百寶蛋 到底這些課程可以上到哪些東西呢 首先,誒,提到鋸子怎麼使用 沒有錯,這是要學的 下一個,槌子如何使用 嗯,身為國小這需要 下一個,誒,我們也提供了這個 手撩鑽 這個可以讓國小端先認識一下 怎麼鑽動 怎麼鑽動 還有哪些東西呢 哇,螺絲起子 誒,這個很多玩具都需要靠它呢 怎麼可以不知道呢 好,再來還有刀片如何使用 刀片 像這些東西啊,就是直接符合 在那個課程參考說明裡面的內容 所以我們提供這些設備 讓國小可以帶回去使用 哇,這樣真的很好呢 那請問你們都推行哪些課程呢 大家好,我是這個課程的創立者 資本國中的潘老師 現在就讓我來講一下這個課程吧 那這個課程呢 主要是在科技一體的P2-2裡面喔 然後呢,這個課程呢 我們主要是找到學校裡面有意願合作的老師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當學校的老師有意願接手的時候 課程才有辦法長期的落實呢 那其實我們主要是透過科技創作來結合科技 提供一個班級量的工具給老師 當老師上課有意願的時候呢 通常就會再繼續下去囉 那這個課程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出 學校有意願的老師 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會透過禮拜三下午的國小老師 共同上課的時候 進入到學校去辦理一個大型的課程 那所有的老師都能夠操作我們的丁線畫 那當老師操作丁線畫完之後 我們的成校是覺得老師都會很有興趣呢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問學校有沒有老師有意願接手 通常都會有很多老師有意願喔 這時候呢我們就會把這些設備給學校 他們上完之後就很願意的 來再問我們有什麼其他客人可以試做囉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這個課程的創立者 我看一下下草 這個課程呢 叫做基本的造型概念 在科技議題裡面的P2-1 那這個課程呢 我們在學校開發的課程叫做圖選桌遊 那這主要是參考市面上的一款桌遊的遊戲來製作 那我們呢把它做得更立體齁 像這樣做了更立體的板子 接下來呢 我們把東西放進去完之後呢 讓學生去了解他的各種投影的圖 小朋友都有辦法畫出投影的圖 再來呢 他也有辦法按照圖 再把東西拼回去 這樣就是在訓練他 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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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努力 這是這個課程主要要介紹的 那而且呢 他是透過遊戲的方式 讓小朋友可以預教我們一個 謝謝大家 好 下一個課程也是我 但是跟電鎖一點關係也沒有 下一個課程呢 主要是在講手工具的應用 這是在科技液體裡面的P3-2的部分 那這個課程呢 我們運用了大量的手工具 做什麼東西呢 做這個 做機器人公仔 來 為什麼要做這個課程呢 我們其實給予了學校很多的工具設備 那這些設備呢 主要就是透過這個機器人公仔的課程 把每一項工具都使用到 這樣 只要上了這個課程之後呢 老師與學生他們就會使用各種新的或舊的工具 那這樣我們明年度推出新的課程 他們就可以持續的繼續使用 再上這些科技課了 這樣懂了嗎 請問這樣資訊議題的課程呢 嗯 那麼在國小端資訊議題的部分 因為許多老師跟我們反映 在很多國小的課程裡面 都是直接對著螢幕散客的 可是這樣呢 他們就覺得 都不能摸到真實的東西 這樣很空虛耶 他們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讓他們摸到真實的東西呢 於是我們就想說 嗯 市面上有一款叫 Microbeat的板子 還有其他可以顯示功能的 相關的板子 這些都可以當做很好的教材 於是呢 我們就去找了經費 幫他們建置一套 一個班級量的 相關的上課用的板子 讓這些學校可以做程式設計的授課 這樣小朋友呢 在輸入完程式之後 就可以在操作板上 直接看到程式反映出來 他們就會覺得 非常的有感覺耶 所以呢 我們就利用了這個方式 幫各校建置的資訊課程 欸 這樣國小的議題都有推動耶 請問執行的成效如何呢 目前我們與線念的三所科技中心合作 共建立了二十幾間的國小的科技課程了 我們會繼續努力 而且相關學校也能找到 有意願接手的科技老師 這是讓你們最欣慰的事情了 有了人 科技才推得動啊 那請問一下 國中的部分呢 國中的部分 我們有課綱 以及各間學校都有科技教室設備 所以呢 我們科技中心呢 就變成了各校科技課程後盾 所以我們辦了幾場活動 主要就是來協助課程的推展 我們辦了哪些活動呢 第一 我們辦了圖學真能 那這個圖學真能呢 是對於線內的專科以及非專老師去特別辦理的 主要就是精進圖學繪圖的技能啊 第二 電動工具操作與手鋸板課程 那在一年級的時候呢 我們是比較著重在手鋸 就是手工具的使用上 但其實我們很怕學生鋸到桌子 所以呢 我們辦了這樣的一個 手鋸製作的課程 讓來的老師呢 可以直接做好所有的線鋸板 那做完之後這些線鋸板是可以直接給來演習的老師喔 他們就可以帶走一個班級量的鋸切板以及夾具 我們連夾具都給他們 這樣他們就可以回學校直接的使用啊 再來呢 我們也結合了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 這是美真老師交代一定要唸清楚啊 好 我們結合了公教系他們開發的新興科技AI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呢 在我們學校在我們縣內辦了一次大型的演習 那我們呢 也提供給全縣的所有老師 他們可以申請一個班級的AI的課程包 一個班級量啊 就可以帶回去直接操作使用 在結構課程的部分呢 我們製作了一個橋樑測試平台 那這個測試平台呢 各校來我們學校 研習完之後 就可以把平台整個帶回去 就可以直接使用在課程上啦 多麼方便啊 接著呢 我們也做了橋樑製作的研習分享 並提供教材團購 我們真的是買了很多的木條了 讓全縣的老師都可以跟我們一起團購 在八年級的部分呢 我們做了太陽人車子座 那這次課程呢 我們讓大家一共做了四台車 四台車 四台車 這四台車呢 做完之後呢 還可以帶走一整座的軌道 外加一個魯素燈 可以回學校 直接的授課 直接授課啊 那我們還有辦理七年級的機構課程 那這部分呢 是製作了液壓手臂 這次的課程呢 我們總共做了兩台液壓手臂 可以讓各校帶回去 直接授課使用 那在資訊的部分呢 我們詢問了老師的需求 辦理了Scratch相關的真能年期 那Scratch呢 這個課程呢 基本上在國中 它是非常常見的課程 所以我們針對它辦了這樣的課程 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辦理了 進階圖像化程式的設計課程 那當然這部分呢 我們也協助各校去申請設備 讓這些設備可以直接 飄移到各校去 那當然申請到的這些設備 直接就給學校一個班級量 讓各校可以在圖像化程式這邊 可以有工具 可以有設備可以上 那以上是我們在國中端主做的 欸 這樣以上的這些課程 通通都可以分享嗎 有的 這些課程呢 我們建立了一個 線上雲端的分享空間 把所有相關辦過的演習 還有我們的教案 還有相關的活動資料 通通都放上去 喔 還有我們畫的雷雕圖 你有分享喔 那只要輸入連結 欸 就可以下載這些資料囉 哇 真是謝謝組長今天的分享 真的是分享得太棒了 那也請大家要多多關注 新生國中的粉絲專頁喔 他們會不定時的發布新消息 謝謝大家 來 麥克風給我 接下來這一題喔 我幫所有的科技中心問 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國教署來幫忙的呢 有 國小 國中 國中呢 他們有自己的一間科技教室 但是國小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其實非常希望國教署 能夠有經費的資源 把這一支灌進國小裡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 超國小的科技敗機囉 喔 以上是 主席科技中心的國能人老師 要我講的 不代表笨的立場喔